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好久不见 因为那个三拍发了也有几天时间了 自己有私下看看大家什么反馈啊反应 其实有看 对还蛮开心的 大家好像还是蛮喜欢的 这就是我在做的一个 就是呃 传唱度跟呃 作品的质量做的一个大的一个结合 就是在旋律或者是在唱出来的时候 比较就按照心情来走 它是一个很创造性的 就比方说它不仅仅只能只是能唱Namnana 你也可以唱别的 比方说 哎哟 是吧 你看它的形式是A B A A 所以你可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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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发散性的这个呃 创造创造的词汇可以出来 因为看到就你这样呃发就从最开始先进几发之后 就这段时间就在各种比如国内国外的这种榜单上 就成绩都很好 嗯 各种数字台下都还蛮漂亮的 就这么好的成绩是你之前 其实在做完这样转子的时候就已经觉得 哎这种肯定是还蛮牛的 其实嗯嗯这是我的一个一个尝试 因为我希望呢是一直在说找这个中间点嘛 这个我刚说两个中间点一个是传唱度跟质量对吗 第三个我要说的点就是流行 这一块呢其实是在跟整个国际市场在较量 最后结果怎么样 其实我并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想看一下最终结果到底是什么 虽然我没有我拿到了很多 可能还是算比较好的一些噱头吧 噱头般的成绩吧 我想知道到底大众的口味是什么 这首歌能不能打到大众大众心里去 我粉丝朋友会帮我做一些帮助 然后更多的其实是这个这个最后拿出来 肯定是给大众听的嘛 大众如果不不听这歌 这也还比较悲剧吧 你犯牵的话就没有出牵 对对对 因为你是一个对自己音乐就是很严格 很吹毛求刺的这么一个人 刚刚你也说觉得 是一个比较难翻越的一个高峰 所以你做这样会不会就是那个过程更驱逐 就是更纠结 对其实就是做Ship那样装剧的时候 至少还有他有人他也有点人帮我 因为也有是有团队吗 有比方有 呃 麦克桑 然后还有那个Divino Channel 那些我一一般合作的那些团队 这一次就真的是提刷刷的都忙 你知道吗真的就忙 你还尝试找过人家 对我当然了因为我知道因为我要拍各种各样的 呃 戏或者是要拍工作的时候 我其实有很多事情时候走不开嘛 就会约老师的时间看有没有时间做嘛 约不上 嗯 那怎么办呢 没得约 没得约就自己来呗 就做这样的时候你其他工作是都有什么工作 啊 同时进行吗 黄金桶吧在拍黄金桶的过程中 因为他拍很久嘛 时间拍了很久 然后就是晚上可能就记 台词 然后上午去拍的时候 可能就直接拍 然后中间 每一次换场 换机器 中间有时间嘛 我就会 跑到房车上做音乐 就做把这种东西做出来 嗯 那除了一些外部工作压力 嗯 就因为我看到你之前也说 做完ship之后 嗯 然后就之后一直又再编曲 但编了半天 我忘了你时间段有多久了 就好像只编了八十 就编不出来了 编不出来 会觉得是自己本身也有一点点平静了吗 还是怎样 就成为一些外部工作压力 哦 最近我在那个做一个活动的时候 遇到一个国外的音乐人 我们正好聊起了这个 关于这个音乐 做音乐这块 其实他跟我说他每到一个地方 他就会做一首歌出来 他说这首歌绝对不是你能锁在这个家里 或者锁在你的studio里面能够做出来的 我在想我好像就除了酒店就是酒店哈 他跟我说他在别的国家的什么澳大利亚的一些所见所闻啊 说什么来到中国想看中国的熊猫啊之类的 我在想我去美国都会干些啥 我在想我去美国应该就是吃个汉堡 或者是在酒店待会就没了 或者是做什么演出没了 就需要生活吧 其实音乐很多东西需要就源自于生活 你看包括一开始我还能写些词吧 至少还有些生活吧 比方说在没出道之前那些体验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出口来表达 到现在为止我就发现是已经叫什么叫雌穷啊 那真的是雌穷了我的天 雌穷有没有什么现在网络流行用语 没有吧 这是因为没有生活嘛 其实就是工作的越多其实离生活越远嘛 能够吸收的知识也是 也可能是看书 然后唯一的娱乐修行员也就是玩玩游戏 刚刚你说可能会遇到有一些这种困局 那你在做这样专辑你又是怎么突破的那种可能是瓶颈 或者是我做不出来音乐的那种 长生话就叫有一句话叫霸蛮你知道 你听过吗 霸蛮霸道的霸蛮 蛮力的蛮 其实就是蛮了 叫蛮干 蛮弄过去 就是就是不行 没有什么不行的 就是自己跟你说不行啊 没什么不行的 必须得行就这么 那所以就这种比如说比较偏意义风险的东西 你也是你肯定也是看到什么比如电影啊 或像有个书籍之类的 哦那天好像确实 但是他也不能算是敏感吧 就是那天在吃牛肉啊 那个时候牛肉配的是巴黎水 就是觉得哎 有点脏脏的啊感觉 然后就那个就打了一个这个打了一个阁 打了这个阁以后就突然觉得哎 好像有一点这种抑郁风情的感觉 就是那一下我说哎 怎么没有办法弄一个比较抑郁风情的 就是那个隔把我就隔阵醒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上张你刚说还有我们帮忙 这张基本就真的自己搞定的这张转型 你会觉得它在一个几十分的一个分数线上 如果我给SHIP打了90分的话 这张转型应该打91分吧 那一分就在就在自己独立这一分 对对对 那所以你这次练习还好吗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说SHIP那张 我觉得那首歌练的时候 嗯就觉得自己练的有点老胳 老腿跳不动了 这张练习还好吗 更老胳膊老腿呗 这还要问吗 哎这反正我觉得就是重在练习 所有东西都在训练 一不训练的话就容易不进则退嘛 那因为就就我们这张专辑也是有个 在美国出道的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所以因为就大家挺可能觉得美国出道啊 说实话一般外众听可能就是一个噱头吗 或者是一个口号或什么的 就你怎么理解就是在那 那对思维姐来说那确实是个噱头啊 对我来说确实是我还是真的 本着一个自己的本心啊 我就是说这次美国出道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艺人 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音乐producer 自己做自己的音乐的制作 然后把这首这些歌曲呢 给美国的大众听 让美国大众会觉得 对慢慢的会去了解中国的这个音乐文化市场 哎还有这样的人做这样的音乐 还有什么别的别样别样的音乐吗 我觉得时机到了 于你而言 你觉得就我现在可以在美国出道 或这个底气来源于什么 没有底气 我出道我确实是我是蒙的 因为因为说实话我 我并不知道这首歌能够得到多少的认可 包括这张专辑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反馈 肯定会有差距 但是呢至少做的这个决定我是不后悔的啊 做的这个 我其实想去试探一下自己的真正的音乐的水平跟质量吧 在美国 那我们聊聊你这样的一个好玩的部分 好 就比如像之前你释出的预告 首先来看 你就有一个概念 就把之前的伯爵交一个项链 然后这个项链 怎么想出来要做这个东西 是你自己想的吗 对啊 想法百分之八九十全从我这来了 然后我们团队加上设计老师会根据我的这个想法来整个把它做成 再进一步整理好 伯爵那个感受是这样的 因为自己那一个是在拍sheep的时候 我说我在画一个很大的圆嘛 就在拍sheep的时候就把这个梯子已经拍完了 那你当时不就自己都也不知道就计算中间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的风格都已经定了呀 就是大概的这个专辑的颜色实体专辑出来的颜色 大概的项目已经出来了 他说我现在都就是已经第四张专辑的所有的概念都也已经跟团队也交流过了 他每一张专辑他都是在讲一个故事 嗯 那第一张专辑 而且我在不同的专辑的先行曲里面 已经把这个故事慢慢的已经透给大家了 你看第一张专辑是What You Need 问你你需要什么 第二张专辑我的先行曲的名字叫I Need You 我告诉粉丝们我需要你们 需要粉丝干什么呢 在第三张专辑的时候Give me a chance 就全部都是有假的说法的嘛 那所以你当时设计这个伯爵给项链的上年 你这有什么意义吗 包括他们两间的关系 你是怎么设计的 哦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三 他是一个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朦胧的人嘛 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嘛 作为这个二胎呢 他就会觉得说我把我所有的得到的荣誉 或者是得到的肯定 全部画到这个项链项链里 然后你戴这个项链好好往前冲吧 所以给他戴上项链的时候 他的眼睛闪了个绿光嘛 那个绿色其实代表这个专辑的颜色嘛 我们的这个实体专辑的颜色是绿色嘛 你眼睛里的光你都给人的设计 对啊对啊 嗯 所以你天天在看什么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天天在想什么 就是可能就是想着起有的没的嘛 就没生活了 我想我想我有时候也想自己生活生活 但不知道怎么什么才叫生活 所以你平时是比较会比较爱看哪方面的作品嘛 所以才想你天天会有这么多就是这种串联的东西 这样的想法附成的东西出来 我喜欢看创业方面的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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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人家去问你灵感 你说打嗝来的呀 哈哈哈哈 问你什么什么特理的 你跟我去你看创业的事 哈哈哈哈 对啊 这就很奇怪啊 就是你在二转的MV最后 那个羊伯子上就带了一个项链 对 然后的话你即将又把那个项链 又给了那个小孩 嗯 就那个小孩是你顺服过来的羊 嗯 这种解答是对的吗 其实就是各种解答吧 我觉得其实大家还蛮厉害的 又就是 就是我不去分析这个东西的对和错哈 其实包括我跟大家聊过说 这张专辑整体的概念是根据炼金术 嗯 那炼金术就 根据炼金术的这个概念 你们一般都会想到一本最长的 的奇幻之旅 对奇幻之旅 那本书 那有没有有一点感觉跟孟不罗雨林又越来越连得上了呢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从一个点到整个面的一个这样发散的一个思维 而这个点是在第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打出来的点 就你自己的脑子里有自己的一个小宇宙在那里 对因为你看我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在后面那个实体专辑 不是在写一个爷子吗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代表我用音乐在写我自己的爷 从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第三张专辑到第四张专辑 如果要做音乐上的爷的话肯定也有很多很多的作品能够得到大家喜爱跟支持 所以就一直在这个当爷的路上当音乐爷的路上不断一须不复返 然后不断的这个奋发图强 那其实你梦不录的那个MV嘛 嗯就正好说到这个因为你也去很多不同的旅行的地方 嗯大家也会说看到MV想辞职 所以你在看那些MV的时候都没有享受一下好好想一下每一集 没有 我我但是我会跟周围的工作人员说让他们记得 一定要留下一些照片什么的 嗯就是我觉得呃 他们跟跟过来就是工作嘛 可能我因为我一直集中在那个拍摄工作的环境下面 我实在是自己无法抽离 我没有休息的时候就是从早上 我去拍这个MV从早上一直弄到晚上是没得休息的 除了晚上晚上别人不开灯啊 不开灯你想去就照照照照不了 而且晚上因为是澳大利亚嘛 嗯他们又把那个袋鼠形容的吓死人 说那个袋鼠要踢你一脚你这什么肋骨就会怎么 对啊什么袋鼠然后没事就打你一拳 他说袋鼠喜欢打人 我说不会吧 我说我也没挨他 他被招待他干嘛打我 他说就是啊他他们那个当地的人说 袋鼠他要看到你他就一拳 我说我也不认识他他干嘛打我一拳 本来也看不见你知道吧他说一定不要出去 然后那个我说哦是这样一情况那想不出去了呗 我想大爷和观众一下你们那个身材 是为了那个帮帮我镜头有没有特意提前把我们乐去举铁之类的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本来是别人要拍 但是他们说导演说哎呀那个镜头很帅 我说什么很帅我来我来 哈哈哈就不能错过任何展现 哈哈哈本来也没什么机会展现嘛 一共割就三分多钟是吧 嗯那包括你之前也说就谈到一些问题吧 你也说很多会给你贴着流量艺人的标签之类的 然后会护士你的努力或者是表现 你现在到现在你记得你怎么看流量的这个 我一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说的是 就是流量跟这个才华跟实力好像大家觉得好像不是对等的之类的 嗯其实我觉得可以再了解多了解一下我 就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们可以多了解一下我 然后我现在看的流量我觉得就是 嗯还是一个不可少的东西可以转换为资本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把我当做一个产品来看的话 这个产品的质量好不好 还是决定了这个产品能够走多久能够吸引多少用户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啊 尤其是今年嘛 就在男生的这边意愿这边其实是新人辈出 很多人也会peak那种小墙头啊什么的 可能我实力我是一直在精心过程中 但是有些东西是自己不可控的 比如说大家还是说新一代流量是什么 现在是流量什么 你自己会有什么这种危机感之类的 这危机感没有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也我就从来没有这个危机感就没有掉落过 其实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上 其实我在Namnana的这个music video里面 其实也用了不同的手法去表现这个 你刚刚说的这一块就是 关于一些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关于一些珍贵的东西 有一个东西他是一直在讲述这种不可控力 跟实践一去不复返的东西 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没有办法所谓之不可抗力 就是比方说 我没有办法抵抗我的年龄越来越大 我没办法抑制18岁 虽然我也想 我没办法抗到这个问题 在是真正可能的 尊质是第一个人 你不需要的顿路 这么多吗 就是这样的问题